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冰场上可以听到脚和冰面接触的这种沙沙的声音 也能听到冰球拍和冰球接触的那种悄悄的这种声音 是一般孩子又有速度又有激情的这样的一项运动 不管你有没有天分 有没有氛围 身体协调性到底好或者不好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冰球 优优独队 优独队 优独队 糊独队 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球 冰球运动本身在南方是没有这样运动的 我们全都是北冰南展 要通过北方来到南方这边来发展 作为这个冰球人 那肯定要做一些冰球事 你有一个孩子就需要有一支队伍 你有一支队伍那就需要有一个梯队 就这样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样一个人推一个人 慢慢地组成了一支队伍 后来慢慢就成立俱乐部 我从四岁开始学 我也从三岁 五岁 三岁 四岁 五三岁 冰球是一个冰上运动 需要传结传球配合 对 打冰球交汇了我团结 有爱 运动场上 你就是一个男子 你行或者不行 你都要做到这样的事 你都要冲锋陷阵 打起来是很过瘾的 放人放人放人 传球啊 你们现在啊 这传 传球的有点迟钝呢 传的 真的 冬奥来了 大家都在做着构风努力 来推进冰雪这个事 但是我们现在重庆成立了冰雪部门 非常享用火加三岁的上运雪 也都在积极的推动 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到冬奥的现场 来给所有的这个冰球运动键儿 来进行这个这个加油助威 我打的是后卫 你呢 我打的是中锋跟边锋 我们成为队友 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你们都见证了对方的成长吗 对 对 有时候也看不见他 看不见是什么意思啊 每次他玩冰酒做 我们玩一会就要走呗 更熟 我熟得他 然后再回家去 回家 回家